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2017台湾五金展今日在乌日台中国际展览馆开展,共有409家餐展,餐展摊位达1100摊,吸引了70个国家,3万多名国内外买家餐馆。 由于台中国际展览馆仅是临时性的展览馆,市长林佳龙承诺4年后,水南将会有一座国际机会展中心。 为了符合手工剧业者需求,台中市政府围勤厂商在乌日高铁镇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的台中国际展览馆,有1100个摊位为临时的展览馆。 今年由台湾手工剧工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17台湾五金展,今日在台中国际展览馆正式开幕,共有409家厂商参与,预计吸引70个国家,3万名海内外买家参观。 市长林佳龙表示,市府协助台湾手工剧工业同业工会举办此次展览,取得展览厂的用地也及时兴建完工,让活动顺利举办。 虽然会展中心增大,但还是有许多厂商无法参展。 林佳龙表示,因此市府将在水南新建国际会展中心总预算100亿元,由市府出资58亿元,中央补助42亿元,分为东西侧展览馆总摊位达5000位。 其中西侧展览馆将提供工具机使用,作为产业资讯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推广平台,预计110年完工,111年启用。 去年的手工剧机的产值达1100多亿台币,光是五金展订单达二零零多亿,这有四分之一的贡献。 台湾手工剧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邮祥正表示,今年虽然产量有增加,但是因为汇率影响,产值跟去年差不多。 游祥正表示,今年参展厂商成长409家,比去年增加,但是仍有30多家无法进入展览,展览厂的摊位需要增加30%才够。 厂商都希望是否在沈阳的国际会展中心尽快完工。 工会表示,台湾五金展将于11日至13日在台中国际展览馆展出,共有工具即配件,锁类,紧固件即扣线类等八个专区。